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 大家好 老老师好 老师好 网通姐姐好 泡泡哥哥好 你好 好 先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依依 今年八岁了 我来自北京 我是一个活泡搞怪的女汉子 我也是个双北混血儿 因为爸爸是北京人 妈妈是东北人 双北混血儿 这个词第一次听到 是吧 双北混血儿 北京人和东北人 但你穿的这个衣服既不是北京的也不是东北的 对 你是小数民族小朋友吗 我不是小数民族小朋友 但我穿的这身衣服和我的大能耐有关 我看你这身服装有点像遗族的 那就是唱遗族的歌曲 对不对 是吗 有那么一点关 也不完全 其实我的大能耐就是唱歌 我会唱很多少数民族有关的歌曲 我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服装 我有多少件衣服就会唱多少歌 大能耐是唱少数民族歌曲 但是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 我怎么有点不信呢 说有多少套少数民族服装就能够唱多少个少数民族的歌曲 对啊 这是你说的原话是吧 对 我不信 我带来了九件 其实我有五十多套 有五十多套民族服装 现场的 因为服装太多太重 我妈也太瘦太小拿不动 那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好吗 好的 我们隆重请出宝贝带来的少数民族服装 很漂亮啊 你有这么多漂亮的少数民族演出服装 是不是啊 对的 那这些民族的歌你都能唱是吧 对 这可不要吹啊 我们现场有一位老师 他可是既是男刀音歌唱家 也号称是西部歌王啊 他会的民族歌曲也很多啊 我知道王鸿伟叔叔可是我们全家的偶像呢 王鸿伟叔叔的歌我老爷大部分都会唱 是吗 差点成粉丝见面会了 对对对 依依 你说你能唱少数民族的歌曲 这样 如果你跟王鸿伟老师比拼 那就真的说明唱少数民族歌曲就是你的大能耐 可以我可以试一下 来欢迎鸿伟老师上场 有请 你好王鸿伟叔叔 这个很有风范 对 好 是我们按按着这个顺序来 对小鸿伟要唱一个 然后您唱一个向对应民族的歌曲 先来这一声这是什么民族 这是维吾尔族 那王老师信守拟来 信起了你的爱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细又长 好想那树上的万月亮 你的眉毛细又长 好想那树上的万月亮 唱太好了对不对 该你了 没错 这个是姚祖的服装 姚祖 高高的山来 弯弯的路有 长长的天节 同向我要加油 ern到我来 ern到我来 好 好 又该我了 又该我了是吧 恩古族对吧 我想一想 我们唱一个 好远来到 天安门广场 找剧情被把三个唱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恩古族的 我也想唱一个 你来一个 你要是唱一个 我也唱一个好不好 好的 来吧 来 来 来 哎呦 哎呦 我很厉害 很厉害 从北京一个骑到内蒙大草原 对 泡泡哥哥说什么 我们唱了你也来一下 这个说了还算吗 我来一句红艳好不好 好的 就唱两句啊 红叶天空上 对对排成行 江水长秋草花 草原上 草原上情声有伤 我觉得有点 你把不能的感觉 是不是 干脆接下来这期节目 我们就唱着来吧 是 老公姐姐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小愿望 不知道王后梅叔叔 能不能帮我实现 那我们得问王后梅老师啊 是 我得看看您这愿望是什么 我想听您唱乌苏里长歌 哦 不是还在点歌的呀 因为 我是我姥姥姥爷带大的 姥姥姥爷住在东北的虎头镇 乌苏里江边上 看离俄罗斯可老近了 冬天江边上结冰 打出了会儿就出国了 每年过年我都会和爸爸妈妈 去看望我的姥姥姥爷们 因为今年疫情 没有回去看他们 我非常想他们 所以我想听叔叔您唱乌苏里长歌 宏伟老师 这个要求 必须得答应 如果拒绝就不合适了 是不是 这是姥姥姥爷的偶像 是不是 对 就是代表我们一一小宝贝 表达对姥姥姥爷的那种思念之情 没错 好的 接下来就把 吴苏里传歌这首歌 送给在议题期间 所有不能回家团聚的朋友们 祝愿大家健康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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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船儿满江 雨满草 阿拉赫拉赫尼纳雷亚 赫拉拉你赫尼纳 百花林里人儿笑 笑开了满山风不久 和这人走上了幸福路 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阿拉赫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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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尼赫尼纳 赫尼纳 阿拉赫尼纳赫尼干 听音乐 一鹤 好听 太好听了 没听懂 再来一首 这是考验我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是吧 那你跟恒威老师握握手 拥抱一下 表达你的心意好不好 感谢一下 谢谢恒威老师 谢谢 谢谢恒威叔叔 刚才是替姥姥姥爷 提了一个愿望 其实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姥姥姥爷为了鼓励你 也拍摄了一段视频 想不想来看一看 想 好 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宝贝外叔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飞唱6.1的节目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你是姥姥和姥爷的 骄傲和自豪 姥姥和姥爷在这里 为你点赞 为你加油 宝贝 加油 太帅了 太帅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黑龙江 土头镇 里边的无数里江 就是无数里江上 对的 那我觉得你将来这首歌 绝对有希望超过宏伟老师 再回家 咱们就实地去感受 对不对 在船上唱这首歌 那厉害了 对不对 是吧 老姥姥爷已经表达了 他们的心声 那你有什么话 在这里呢 可以对着摄像机的镜头 向老姥姥爷表达出来 老姥姥爷 我上电视了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得看我 这就是小孩子的心声 是吧 那在这里呢 也祝姥姥姥爷 身体健康 和这个小外孙女儿 来团聚 在一起听她唱歌 好不好 好的 一起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环节 那就是 小谷点 大能耐 太阳 太阳 暖暖的暖的亮的 decor 白虹白虹 亲亲的亲亲的飘 草圆 草圆 里里里里里只是日子 亲妈亲妈 大大的大大的捧 哎呀嘞哎呀嘞 哎呀哎呀嘞 哎呀嘞哎呀嘞 哎呀哎呀嘞 冬天为什么这样冷 夏天为什么这样热 早穿皮药 五穿沙哑 围着火锣吃西瓜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羊儿为什么这样装 香里葡萄哈米瓜 让你耍着小豆凉擦擦 这里土叫新疆土啊 这里人是新疆人啊 在外风景堵着好啊 边江处处塞江南呀 眼睛为时而停息呀 天上难被你转一圈啊 古道长长你飞浩瀚呀 古道新疆你真遗憾 古道新疆你真遗憾 谢谢 特别的棒啊 这个民族音乐就是这样 总有独特的魅力 给小朋友带来很多的这种养分 也很宽乐 一小朋友呢 不仅歌唱得好 特别会友善地跟大家交流 都是彬彬有礼 面带微笑 讲话的时候 娓娓道来 这个性格真的非常好 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和成长中 你一定会获得更多的知识 特别是把你美妙的歌声 传遍祖国大地 谢谢依依小朋友 谢谢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依依小朋友 去领取你的《非常少年碑》 谢谢 再见